根据Paul Hastings律所介绍,Luca Despenes是Paul Hasting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,该所全球金融重组业务的联系主席,专营破产法,在一些人注目和复杂的重组事务中代表债务人和债权人有超过30年的经验。 时间推移到2010年,在离婚的过程中,Luca Despenes被前妻救孩子的抚养费问题告上法庭。 被告曾在对法庭的宣誓书称他的年收入为当年450万美元,而经法庭认证他的总收入应不低于550万美元,而他的前妻应在家照顾三个未成年子女没有工作,仅有的月收入只是来自利息和红利的125美元。 从法庭判决中看到,在这场诉讼案中,Luca Despenes仍在月支出上和法庭纠缠,如在其是否应该继续直接支付家庭账单上, 就说暂缓支付赡养费的动议是不必要的,因为我已经支付了提交给我的每一份账单。 对于原告的慈善捐款,Luca也有争议。 最终法庭在2012年1月判局被告应支付每月总额为56000美元的定期赡养费任何关于追溯性的主张或要求都被拒绝。 从这期《家庭法》的案例中看到Luca Despenes的本人操守,在法庭的宣誓书中就有隐瞒行为。 而此次在接受美国受托人的文件上,还信誓旦旦的宣誓和债务人,债权人没有利益冲突关系。 美国司法系统对此不能视而不见,一定要调查清楚,此次突然更改受托人背后的缘由。